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主播苏扬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要跟你分享到的文章来追作者 动箭Nail 人生下半场 拼的是健康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最近 李连杰去西藏参加活动的一张照片 在网络上疯传 网友们纷纷感叹 韶华一世 曾经荧幕上的英雄少年 已经被时光砥砺的垂垂牢矣 李连杰的经纪人 接受采访时说 李连杰并非网友以讹传讹 命不久矣 不过 他也证实了另外一个消息 这位曾经的功夫皇帝 已经被假抗 折磨了十多年 2013年 李连杰罹患假装腺机能抗禁症 必须吃药控制 却导致心脏问题 后来出席活动时 气色不佳 已明显驼背 显得苍老 憔悴 甚至没办法 正常接戏 回望影坛和李连杰 同一个时代的功夫巨星们 和他同龄的真子丹 依然是华语动作电影的顶梁柱 就连比他年纪稍长一些的成龙 每年也会带着一到两部动作电影 如约而至 甚至荣获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更别说 和李连杰合作过的史太龙和施瓦辛格了 一个72岁 仍然是动作大片中的绝对主角 一个71岁 当晚周长 又一头扎回了好莱坞 如今面对媒体 李连杰留给人们这样一段话 我不是霍元甲 不是黄飞红 不是英雄 我和大家一样 就是真实的普通人 也面临着没有办法继续工作的困扰 面对生活时 我也有高高低低 坑坑坎坎 这是面对人生的一个过程 我一点都不怕 把我简单的生活和大家分享 年轻时拼命三郎 用力过猛 让李连杰脊椎严重受损 如今走到人生下半场 因为病痛 不得不隐退 人生到最后 其实拼的都是健康 经济学家有一个共识 健康等于一 只有拥有健康 人才可以去努力工作 去创造财富 去享受生活 而这些都是依后面的那些零 村上春树是业内出了名的高产作家 长篇短篇等作品 加起来足足有四十多部 也是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亚裔作家 当然 不可否认 他在文学创作上极具才华 但是村上春树 却有自己的另一套说法 村上春树认为 写作更像是一种体力劳动 开始决定从事文学创作时 他发现 即使一个人能够一天三四个小时 集中意识执笔写作 但是时间一长 体力和精力都会大量透支 于是 从1982年秋天开始 村上春树开始早睡早起 健康饮食 每天坚持跑步 这样有规律的生活 他坚持了三十多年 同样 他那旺盛的创作力 也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 我们都听过牛顿的那句名言 天才是1%的天赋 加上99%的汗水 也许从村上春树的身上 你能看到他的另一层含义 一个人即使再有才华 但是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没有充沛的体力 去让你流汗 最终也无法支持你 实现自己的理想 村上春树 曾经给自己的生活方式 做过一个总结 世上时事有人嘲笑 每天坚持跑步的人 难道就那么盼望 长命百岁吗 我却以为 因为西季长命百岁 而跑步的人 大概不太多 怀着不能长命百岁不打紧 至少想在有生之年 过得完美 这种心情跑步的人 只怕多得多 同样是十年 与其稀里糊涂地活过 目的明确 生机勃勃地活 当然令人更满意 人生最大的悲哀 不是失败 而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于娟 曾经在网上发表过一部 非常著名的生命日记 其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 生化癌症前的一段生命轨迹 回想十年来 基本没有在十二点之前睡过 学习 考计题之类 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证书 考研是唐儿皇之的理由 与此同时 聊天 论坛灌水 蹦迪 K歌 保龄球 吃饭 一个人发呆 填充了没有唐儿皇之理由的 每个夜晚 厉害的时候 通宵熬夜 这就是他三十岁之前的生活 同样 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日常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 只能躺在病床上 望着不到两岁的儿子 以及一脸绝望的丈夫和母亲 无能为力时 才恍然大悟 曾经所有的拼命 到最后 都成了净花水月 健康 是一种责任 尤其是人到中年 一个人失去了健康 不仅自己 要承受病痛的折磨 还要给家庭 带来巨大的负担 可惜 到现在 很多人还是一边看着于娟 写在网上的故事 一边日复一日地 走在于娟 曾经栽过跟头的道路上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任何的加班 长期熬夜 等于慢性自杀 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买房买车的需求 这些都是浮云 如果有时间 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把买车的钱 给父母亲买双鞋子 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 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窝居也温暖 2011年4月19日 于娟因为乳腺癌辞世 这是她离开前 留给这个世界最真诚的祝愿 钱是个好东西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得用得起 人生最大的不幸 不是爱而不得 而是明明拥有爱的权利 却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于敏洪在一次演讲中 曾经笑颜自己不着急 她说 你们用五年做成的事情 我用十年去做 你们用十年做成的事情 我用二十年去做 如果这样还不行 我就保持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到八十岁 把你们一个个送走以后 再来做 乍听之下 以为这是一个玩笑 可是仔细一想 这不就是司马仪 熬死诸葛亮 最后让司马家取代曹魏 问鼎天下的历史典故吗 人的平均寿命 按照八十岁计算 这是一场超级马拉松 拼的不是开始的时候 谁更快 而是看谁的耐力更持久 能拼到最后 从现在开始 为了你的健康 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第一 坚持锻炼 俗话说 动则不衰 乐则长寿 坚持并且合理地进行体育锻炼 不仅能够强身健体 预防疾病 还能够改善情绪 提高生活质量 第二 健康饮食 药补不如食补 中国营养学会 为中国人制定了八条膳食指南 食物要多样 鸡饱要适当 油脂要适量 粗细要搭配 食盐要限量 甜食要少吃 饮酒要节制 三餐要合理 第三 保证睡眠质量 莎士比亚说过 舒服的睡眠 才是自然 给予人的温柔的看护 人的一生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好的睡眠 对恢复体力 增强智慧 保证健康十分重要 睡眠 是最好的养生 第四 劳逸结合 一张一池 文武之道 燃烧人生 并不是一味的透支 即使是再强壮的身体 也有疲劳的时候 劳逸结合 是一种生存的策略 身体是生存的本钱 休息是狂奔的前奏 第五 定期体检 会及记医 是很多人的通病 但是很多疾病 在早期 是没有任何具体症状的 如果不能提早发现 很可能会酿成大祸 定期体检 可以让人在早期 就能排查出身体的隐患 从而早做治疗 否则 亡羊补牢 毁之晚矣 什么东西丢了 都有可能找回来 但是有一件东西丢了 永远找不回来 那就是命 拿健康 做一场人生的豪赌 你注定是一个书家 人生越走越长 你会发现 你的身体 不止属于你自己 事业的成功 家庭的幸福 人生的美满 都需要用精力去创造 人到最后 拼的 就是精力 共勉 人生越还是越重的 人生越南 你会发现 人生越南